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 它是一个全球华人学者的一种研究会 网络上的一种联系 也是全球华人政治家 政治学家论坛 然后还有台湾的中流文教基金会 以及上海的东亚研究所 这个大概两个月一次的一种网上的会议 有的时候会有更多 那已经系列讲座是第38讲 两个月前来自于就是美国的美利坚大学的教授 他是赵全胜赵教授 还有另外一个朱教授跟我联系 希望我能够在这个时间 做一个很短的演说 那同时另外上海市台湾研究会的会长 全国台湾研究会的常务理事 严安玲教授呢 严老师那也会一起 所以我们两位等于共同的讲座 谈的呢 题目主题是赖清的新政 那我15分钟 我分两个部分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是第一部分我谈的是 现在的台海情势 受到三重因素 不利因素的就是夹击影响 而使得台海的情势出现 前所未有的严峻情况 那第二部分就谈到赖清德的台独工程 那这是我的观点 我觉得在现阶段的台海情势 受到三重三个层面的不利影响 一个是内部因素 台湾内部 大陆内部 第二个是两岸的情势 两岸的这个互动 第三个呢 是中美关系 在台湾的内部 其实现在看到的是 赖清德主政之后 特别的不断的在推 就是相关跟中国大陆 等于是做切割 甚至做脱钩的这些政策作为 而且呢 不断的采取了一个 就是我认为 从过去叫做抗中宝台 或清美抗中 我觉得现在已经变成 一美反中 也就是程度的问题 更加的深化 更加的倾向美国 而且对中国大陆呢 采取的是一个比较敌对 仇视的态度 在中国大陆的内部呢 尤其在214撞传事件之后 我们看到 就是大陆的民意 网路上 以及学界 还有就是一些涉台的一些人士 其实对台湾是相当不谅解 后来加上520赖清德的新两国论 而且泰里清德的新两国论 是建构的 不是只是赖 这个蔡英文时期的两岸互不隶属 他讲的是更进一步的 两岸主权互不隶属 还有提到主权两制 所以呢 大陆这边对于台湾呢 也就是过去 采取的是一种努力合同 而现在呢 我觉得那整个氛围 大陆的氛围 是准备 就是动作 准备这个必要的 所谓的非和平方式 非和平手段 那可是 我也提供我的观察 我陪的 就是傅坤奇和17位国民党立法委员 到北京 见到了王沪宁 我也和后来 台湾的工商团体 在北京 在苏州 在上海 各个方面的这个接触 我觉得 其实至少 在王沪宁 王主席这边 我们看到 听到的是 他还是以 就是努力 和平统一 作为一个主要的主轴 主旋律 所以 大陆这边 北京的决策者 还是这个步调 至少 说法上还是一致 可是 整体大陆内部的氛围 因为214跟520 我们感觉到 很明显的变化 这个是第一个层面 在台湾内部 跟大陆内部 其实你现在看到 那种对立性 而且尤其是赖清德 这边后来越来越多 政策上 禁团令 维持 然后呢 旅游警戒 不断的升高 以及好多的这个政策 那 最近 比如说把闽南语 更名为 台湾 台语 这种其实是一个语言歧视 或者是一种 带有不正确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 你讲台湾台语 不说这个闽南语 在全世界所使用的人口 你光说在台湾 使用这个国语 使用客家化 使用原住民的 为什么不能叫台语呢 而使用闽南语的呢 就叫台语 当然一般我们通俗上的讲法 台语 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 可是你要官方的认定的时候呢 它牵扯到问题就很复杂 那这是一种政治上 它的一种政治的设计 它后面的 就是政策的 这个背景 我们想大家都很了解 因此 内部的层面 现在走向一个严峻的 这种 就是可能随时会出现碰撞 两岸的层面 当然你看到 大陆这边 因为214跟520事件 所以你把整个台湾 台海的水域 作为一个常态执法水域了 那不管是在惊吓 还是说在执法上 以及对台湾跟大陆之间 过去台湾这边相关的法规 或过去的默契 共识 其实基本上都已经 就是放了一边 那以大陆本身的执法的规范为主轴 然后开始在做常态性的执法 那在军机层面呢 跨越中线 常态性的演习 大小规模的演习 这已经是一个就是 变成我们台湾这边解读 就是灰色地带的这种压迫 那台湾这边呢 你也看到不断的就是在准备 就是这个不对称的作战 赖兴德到军方的时候呢 说讲 严必谈到我们的敌人中国 中国 这样子一个说法 使得其实双方在两岸的互动上 所有从过去 蔡英文时期只是一种政治冻结 到现在变成一种全面的对抗 那唯一还剩下 你不要说什么观光课啊 或者是说学术交流 这些都停下来了 都停下来了 现在剩下的就是经贸层面 可是经贸层面呢 因为中美的科技战贸易战 台湾这边对大陆的投资 或大陆这边对台湾投资呢 其实这个快速的减少 同时呢 也在市场上呢 开始在这个减缩 同时也因为大陆自己本身的经济结构的转型 以及现在本身社会消费开始变得比较紧绷的情况之下呢 台湾这边对于大陆的经营呢 或者是随着这个经济转型的 其实受到很大的这个考验 所以经贸层面还维持着 可是呢 都是比较低调 甚至呢开始在减少 中美 那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 川普即将回来 如果川普回来之后 简单的说 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 是避免直接战争的激烈竞争 这是布林肯的用语 则川普上来之后 我觉得是避免直接战争的全面对抗 中美关系 最后我的结论里面提到 我认为 基本上两岸关系的 这个变化 是中美权力关系变化的温度计 和四金石 但 现在呢 你看到内部因素和两岸因素 开始浮现 变成可能也影响到 两岸情势的关键因素 关键因素 所以呢 未来在中美关系 拜登上来之后呢 我觉得 你就看到 这个局势不会好 川普跟习近平会不会见面 会见面 会见面 那就跟拜登跟习近平也有见面 可是呢 事实上 在所有的经贸跟科技层面 我会觉得川普自己都讲得很清楚 而且他真的是这个人就是说到做到 而且他的这个团队 相较于他的第一任团队 一定是更以他为中心 以他为信仰的川普团队 不会是过去那种杂牌军 那不断的在开除他的团队成员 所以 以他为中心 以他为信仰的川普团队 去执行川普的意志 川普说过的话 他会做到 的情况之下 那中美的关系不可能好 在不可能好的情况之下 台湾更可能变成一个棋子 而共和党是更加反中 而且更会利用台湾这个棋子 的政治人物跟政党 而这个时候赖清德更加的依美反中 因为他也知道 接下来2026 2028 他能够连任 或胜出到连任的关键 不是他把台湾经济搞多好 因为那不可能 或者是把台湾的能源 或者是社会福利政策 不会 而是呢 他继续要深化 这种所谓的身份政治 认同政治 台独政治 这是他一定要做的 你在这样切下去之后呢 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的制度 是单一选票 然后呢 简单多数 所以他四成就能当选 沉水扁是三成九就可以当选 如果未来蓝白不能和 再重演上一次的这个选举的话 赖清德 我想他因为是连任的关系 他会高于四成 太多资源可以运用 太多的媒体可以掌控 是不是 然后太多的甩锅可以甩给中国 都是中国大陆所造成的 然后呢 太多的关爱来自于美国 关爱的眼神而已 那当然不要忘记 你要付出太多的保护费 没有问题 卓龙泰第一时间 行政院的说 我们愿意付更多的责任 现在已经GDP2.5% 占我们台湾的 就是说 整个政府的预算 三分之一的国防预算 5800亿 他如果来到5% 欧布莱安奖的 那会达到将近超过 政府预算的一半 美国不会一下子 要你到5%来 美国自己才3.4 3.5而已 美国说你至少来到3% 各位 你看我下一个预言 明年 台湾的国防预算 会超过GDP的3% 那就会来到 6500到7000亿台币左右 那大概呢 就会超过 远超过 就是整个政府预算的三分之一 接近二分之一 什么其他的社福 教育 补贴 什么都会被挤压 而这个过程当中 台积电半导体 不断的被川普 威胁 利诱 要到美国扩大投资 设厂 现在一二三场承诺了 以后会不会四五六场 那如果这样子承诺 第四场第五场 他在台湾 还要再继续盖吗 而台湾这边又不能够 给他足够的电 的保证 我觉得 这个时候赖琴能面临到的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而在这样的情况 他如果 二零二八 他还 连任 两岸就真的进入到 我刚刚讲的三个因素 现在已经 是非常严峻 对不对 那尤其是两岸跟内部的因素 如果二零二八年 赖琴的连任 两岸跟内部的因素 会碰撞 最后大概只有中美 来去用交易的方式 或谈判的方式来决定 所以 这个是我在 昨天7月21号 在环球两岸关系学会 等于是在场非常多的 资深的前辈重要的学者 有在美国的华人学者 在日本的 在台湾的 台湾的学者也蛮多的 有些记者 资深的媒体人 大陆这边 也有一些 来自香港 东南亚 都有 那样子 有几十位 同时在网上 这是一个 等于是全球华人 共同关注两岸的情势 那我在这个场合 跟大家做了报告 那后续呢 也有一个半小时时间 跟大家做 这个QA 那QA的部分 以后有时间 我再另外做一集 跟大家做 进一步的报告 那以上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